我先要製作一個放鈴錢的罐子 所以就想說我乾脆製作一個硬幣分類機來當作鈴錢罐 硬幣分類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創作 在網路上有許多的DIY教學 正當我在找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東西 那麼以下是我自己製作的版本 由於我家裡沒有CNC 我也不想要使用3D列印機來處理 所以我就使用雷射切割的方式來製作 原本設計主要凹凸的部分是在軌道 它的立體的斜坡的部分 如果要用雷射切割的話 可以直接切一片零件卡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讓硬幣滑上來 而其他軌道的部分 用雷射切割其實就很好處理了 接著我要調整的是體積縮小的部分 我設計了幾種方式 來讓這個體積可以變得更小 首先我更改了投幣孔 原本的產品其實花了一大半的軌道 來解決讓硬幣排排站的問題 這樣子做可以把一整把的硬幣直接投入 而我日常生活中口袋的零錢其實也就幾個而已 所以其實我不太需要這麼大的一個投幣機制 但如果製作成一般純錢筒的方式 一個一個投硬幣的話 雖然它很省空間 但使用上又有點太過麻煩 所以我就折中取了一小段的切割 並且將這個入口稍微減小 這樣子一次投的量 差不多就是口袋裡零錢的份量 再來我調整它的斜度 我試著將整個硬幣機的斜度垂直 這樣子做可以減少桌面使用的面積 而且斜度的增加 軌道的這個斜度也可以減少 這樣子做也可以大幅的減少這個機器使用的面積 再來是硬幣的收集盒 原本這個設計主要是方便硬幣去做包裝 所以才設計成這種垂直 而且有硬幣刻度的這種方式 但是因為我沒有這種包裝的需求 所以我直接切割了大盒子來裝 這就是我自己設計的雷切版本 當我硬幣投下去的時候 前面的幾個斜坡可以讓疊在一起的硬幣先做分離 盡可能避免硬幣重疊 接著50塊錢會進到這個斜坡 並且把它帶走 到這個轉彎之後它就會飛出去 而剩下的硬幣就會轉彎 繼續前進 接著10塊錢在下個斜坡就會往上抬 並且飛出去 而剩下的硬幣就會繼續往前進 到最後就只剩下1塊錢的銅板走完整個軌道 我們示範中 以上就是我這次設計的硬幣分類機 因為這個版本其實還有許多的問題存在 像是投幣孔常常會卡住 需要用手撥動 有機率分錯硬幣 甚至可能會卡死在軌道上面 其實還有許多地方是需要調整並且修改的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設計成不同國家的硬幣 或是你要加上Arduino來製作更多的功能 如果你也有修改這個版本的自動分類機的話 也請將你製作的心得分享給大家